中正經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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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親愛的中正經驗堂的朋友 大家午安 午安 是 好 很高興 各位 一個月一次又來到我們這裡 剛才一宣主任已經有跟大家致歉 我稍微還是要解釋一下從我的角度 因為今天剛好我們的主題 是要講這個對錯 到底怎麼做才是對的 我記得上個月我到板橋峰會的時候 其實一宣主任就跟我提出一個想法 他說許醫師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 我就問一宣主任說 你有什麼事要跟我商量 他就說 第一句話說許醫師最近好像真的景氣比較差 那我就說怎麼一回事 他就說像中正經驗堂 我們辦一次的廠租是一萬八 然後好像有時候我們讓同學來捐款 那之前幾個月的捐款 一個月有時候箱子裡面大概都花錢 大概八九千塊 八九千塊 等於說我們辦一廠就虧一廠的意思 然後後來他就提到一個想法 他說許醫師有人跟他建議 那不然一個人一百塊來進場 那我就說那你覺得呢 因為各位你知道我在帶領我們基金會的時候 通常我不一定給意見 我的領導風格都是這樣子 那你覺得呢 那他就說他也問過很多同學 他們也覺得合理 那我記得我跟他講第一句話是說 那你要打電話去跟之前 贊助我們場地費的同學講一下 問一下他們的意見 因為你知道 當有人贊助場地費 他就是希望幫大家付費嘛 他就是發心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他就是發心 發心 那當然我們另外一個狡猾的目的就是說 他要不要再發心 但是我們不能直接這樣問 因為我們今天會從來不想給人家壓力 所以我們絕對不會再問 那你想再發心嗎 這句話絕對不會問出口 我們只會問說 那現在這個狀況 那我們打算一個人一百塊的這個場地費 那你覺得呢 那後來那些捐款人好像都說 這蠻合理的 那當人家說這蠻合理的 你大概就知道意思了 就不要再問下去了 好這是開玩笑的 那後來我就跟一軒主任講 我就說那你就看照 按照要怎麼做 就開始去做吧 那後來上禮拜我又到板橋分會去 那一軒主任說 許醫師好像有人要贊助半年的場地費 那我第一句話跟一軒主任說 我就跟你說嘛 別去煩惱啦 別去煩惱 各位 金錢是幻象 但是這個幻象 是很重要的幻象 因為錢不是萬能 但是沒有錢一定是萬萬不能 所以他是一個幻象 但是沒有錢肚子還是會餓 這樣了解嗎 那我就跟他講 我說那看你的想法 那第一個 要嘛就我們現在把這個 入場費一百塊取消 他就跟我說人家票券印了耶 而且是我們已經宣布要這麼做 才捐款 那我就說那我們還是要讓大家知道 因為各位你知道我們今天會做事 一向是透明公開 我們就是把每個人都當成自己人 那後來一軒主任就說 那不然我們就明年上半年 我們再取消 因為既然有人捐款 我們還是恢復到這個部分 就是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想法 說實話 讓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真正標準做法是捐款歸捐款 一百塊繼續收 你們知道我的意思嗎 一百塊繼續收 真正應該一般的做法是要這樣做 那我就跟他講 既然我們把大家當自己人 把大家當自己人 那你就是一個本著一個你的內心 本著一個眾生一體的觀念 那我們就來做這件事 但是我跟一軒主任說 我覺得這個東西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但是其實我沒有跟他講 以我個人的角度而言 我當然覺得 不要收錢 我的東西比較好聽 沒錯吧 你做一個講師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人家說 聽說有人打電話來說 許醫師 你不是公益講座 許醫師不是都發心 我跟藍鄉主任說 你要繼續跟大家講 許醫師還是有發心 我還是一樣沒有講師費 我還是一樣沒有講師費 許醫師現在對外的 企業界的講師費 一小時是兩萬塊 所以一定我今天館四萬 謝謝 謝謝 我們這邊 真的就是把大家當自己人 很多人就幫許醫師算 許醫師你躺多少躺多少 不好意思 那個一個小時兩萬塊的 一年頂多一次兩次 這樣大家聽懂 不是沒有人找我喔 是我根本沒有時間給人家 這樣了解嗎 我學員很熱心 你替我算我躺多少 不用那麼省啦 我的時間都分配給 來家之中沒錢啦 這樣了解嗎 我分配給我們基金會的 免費講座 對外的公開的公益講座 就分配不完了 所以那種一個小時兩萬塊 在外面的 一年頂多一兩場 那只是很特殊的友誼啦 或是我們的學員 剛好在那家銀行當總經理 幹嘛幹嘛的 我才會真的去幫忙一下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蠻感動的是 我們基金會一向的精神 就是一個 把大家當自己人 那說實話 你們看許醫師好像 什麼事情都沒在管 但是事實上 這個許醫師 欲下頗言 你們現在知道我的意思嗎 看起來哪是沒在管啦 但是我欲下頗言 那個言是 本著心做事 本著心做事 那是我們一貫的一個原則 如果說假設 我們基金會哪一天腐化了 假設啦 我一定第一個把它解散掉 這樣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因為你 我們說實在 你走這條路 沒有必要去 沒有那些東西啦 沒有必要 你都走身心靈這條路了 我要賺錢 我就不用走這條路了 各位知道 我雖然是董事長 可是是無幾職的嗎 我只要賺錢 我就不用走這條路了 我兩門請假開兩天 我一個月就假三四十萬啦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不用走這條路啦 我走這條路就是 不怕想要賺太多 我要走這條路 我要賺錢 我不用對這裡賺 你送我一公斤就金條 也沒效啦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是這樣 透過這個部分 讓大家更了解 我們的這個做法 所以在很多做法的部分 我不會去問對跟錯 所以當他們說要收一百塊 我覺得對我是比較不好 因為你知道 人要命什麼嗎 我就沒有拿獎司費 我還有一百塊 收我還沒到我吃 我就是要收什麼 可是我還是尊重他們的一個決定 就像我尊重每一個個體一樣 所以很多事情的決定 對我來講 我不會去分對跟錯 而是讓每個人 慢慢學會來為自己負責 好不好 今天我們來到這邊 今天很特殊 我們請問我們基金會的執行長 來 陳執行長上來 所以各位等一下 你們要再更上學步時間了 剛剛有一個人拿這門 與超齡有約讓我簽名 我就說真正的作者在旁邊 讓他簽就好了 所以各位等一下超齡有約 可以來找我們的執行長簽名 謝謝許醫師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大家午安 午安 那剛剛許醫師在這裡大聲疾呼 他是做公立的 那我再下一期要忍著不要笑 因為其實當許醫師的學員 會是一年很幸福 當他的工作人員非常辛苦 因為他學會對工作人員非常嚴苛 可是他對學員非常好 所以這種幹苦我最清楚 你也清楚 來小主任常常挨發 所以他有時候會把氣發在我做的 好的 這個是挺外話 其實我今天來到這裡 藉著這麼難得的機會 比較沒有時間 因為有這樣一個跟許醫師同臺 正在這裡 我們的主編嘉穎也在現場 我要先非常感謝他 把我的這樣的一個影響CD 真的變得非常的漂亮 那問題是昨天才看到最新出來的第三集 跟第四集 那我們最網路的A比小姐 特別經營我 來說你今天站在台上 你不是執行長 你一定要記得推銷你自己的東西 因為執行長下來這麼多年都推銷許醫師的東西 從來不忘掉自己也有一些心得 可以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所以我今天思考一點點的時間 要跟大家來分享說 為什麼會做超級有約的冥想CD 其實這是我的第二套 第一套是啟動內在感官的12個練習 我想有很多的朋友應該是有聽過 那也聽說這個編輯部告訴我說 第一集的呼吸放鬆賣得最好 所以到現在很多人都還在練習呼吸跟放鬆 可是我不止這樣的一個練習 其實還有更慢慢的循序漸進了一些更進階的練習 那先講兩個有趣的事情 我在八月份的時候呢 也到賽斯村 那我們賽斯村現在有養雞 有一個雞社 那我就特別跑去看那群雞 很漂亮 我蹲在那裡呢 竟然有機會跑過來跟我雞雞喳喳講話 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放我的冥想CD給雞聽 那全身就說可能因為聲音有點神奇 所以那個雞就跑過來了 後來因為這個CD裡面有一個主題叫做豐盛 那我就建議我們子函主任一定要放豐盛 因為這個雞是為了要嚇蛋路人 所以要聽豐盛的話 怎麼蛋路嚇得更好 那竟然有學員 那現在這個雞社好像可以聽到冥想CD 才去問說這個CD是神的聲音 才開始去買CD 所以也很感謝這個群雞 那很有趣 那第二個有趣的是 我昨天在海南上課 那我們有一位在大城裡教室的一位同學 他就跟我講說 他說佳珍老師啊 你們每一片CD怎麼都一樣 我說怎麼會一樣呢 節目都不一樣啊 他說因為他太太馬上來補充 因為他每次聽到前面三句就睡著了 所以每一片都一樣 因為我每一片一開始 一定是從呼吸放鬆 慢慢地引導大家 進入到一種安靜的感覺裡 才開始進入到主題的練習 所以各位你千萬要撐著點 你在聽的時候 不要馬上就睡著了 因為精彩在後面 那因為有很多學員跟我反映啊 我的這個冥想的CD的聲音啊 會讓他們常常都只能聽到兩個字 反正可以聽到三句話還算不錯 兩個字就是開頭的好 跟後面的好 好 現在我沒有 就睡著了 最後一個好就是要起來了 好 可是真的也不用太難過啊 因為當我們好像睡著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意識狀態 並不是真的睡著的 特別是我們刻意在用這樣的一個練習 我們在進入一個不同的意識狀態的時候 有些人不熟悉 他們會以為他睡著了 其實並不是 而是我們這個意識焦點慢慢地開始在轉移 那簡單來講 什麼叫做意識焦點 我把解釋成很簡單 叫做注意力 因為我們的注意力 常常都注意著我們外在物質 生活上的點點力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煩惱 也是因為我們的注意 在這些問題上面 反而問題不知道該怎麼解決 可是當我們開始在練習一個冥想靜心的時候 要慢慢地進入到心理的時間 其實呢 我們的注意力會跟著我的指引 慢慢地進入到另外一個注意力的焦點 所以找對塞斯心法很熟悉的同學 都知道 其實塞斯他正正講過的一個重點 他在書裡面也講到這句話 他說他只談意識的能力 他其他都沒有要多談得了 那什麼是意識的能力 這就是我剛剛簡單地跟大家做的一個介紹 當你真的能夠放鬆下來 進入到一個很安靜的感覺裡的時候 其實你對很多外在實際上的一些感受 甚至對你一直在面對一些問題的感覺 會不太一樣 那最近也有一個很棒的例子 就是我們有一位在參加我進入課的學員 他才來過三堂課 沒有想到他的恐慌症就好了 他之前晚上睡不著覺的時候喘不過氣 必須要帶呼吸氣 要帶呼吸氣 結果沒想到三堂課之後他就沒有帶 因為他來到這個團體感受到很安心 很安心的時候都很安靜地坐在那裡 開始進到放鬆的感覺 後來蒼溫才一個月 他在這個一代四 也很開心的考量跟我分享說 因為他一直都有這個月經來的時候的問題 會非常地疼痛 結果沒想到他這個月來就是他完全沒感覺 他原來是個鋼琴老師 後來又找到了工作 因為前幾年都在焦慮恐慌的感覺裡面 我自己在這四年來 從第一套的啟動面在感官的冥想CD 一直在帶著很多學員 持續地在做練習 一直有四年多的一個這樣的經驗 後來一直到今年呢 才開始決定把這個進階的一個練習 再把它編輯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最新的這個 超頻 永約 其實還有兩集 大概是在十一月的時候會出版 總共也是有十二個主題 這十二個主題比較多一點的是 塞斯在他的資料裡面提到的一些意識擴展的練習 那意識擴展的練習是什麼呢 我把它也是很簡單地解釋一下 就是我們的心量 我們如何開闊我們的心量 我們的心量一開闊 我們看事情的角度 我們對事情的感受就會非常的不一樣 你們在不知不覺的練習的過程裡面 會在一個不知道的一個感覺裡面 可是內在一直不斷地在變化的過程 會把我們的一些問題 甚至我們一些身心裡面 一直不知道該怎麼辦解決的一些問題 它會在不知不覺當中 好像被解決了 因為你們的感覺不一樣了 有的時候 當你結束了這個練習起來 有些人會反應說 好像這個世界都不一樣了 所以在這四年 都一直看第五年的 持續不斷地練習 也看到很多學員的一些心得的分享 所以也給了我一些很好的一個 建議跟心得 所以我就進一步地 打造了一個 賽斯裡面 比較複雜一點 比較更深刻一點的練習 把它編成了這十二個題目 所以我也希望說 藉著今天這個機會 因為我從來沒有真的 很正式地在介紹我自己的CD 所以我希望 姚如對這個靜新很好奇 對什麼叫做意識擴展的練習 很好奇的同學 你可以來聽聽看 但是一開始我會建議 大家假如有機會的話 在共同學會團體的裡面 你比較容易保持清醒 第二點 假如都是睡覺前聽 包準 你一個好兩個好就睡著了 所以有一種方式 就是你真的睡飽了 精神很好 你是專門為了想要來做這個練習 而開始安靜地坐在那裡 開始透過這個CD的名額 來了解什麼叫做意識擴展的練習 這時候呢 我相信你一定會慢慢地 會累積這些經驗 你會有些不同的感受 好 那這十二號陸陸續續都會把它徵完 我也發覺有趣的是 第一號的這個啟動內在感官的CD 是在基金會成立的時候出版的 這次在超零有些人 剛好基金會帶來一個新的地方 正是有了一個基金會的會所 所以這第二號又出來了 我覺得也有一些特別的意義 因為接下來我很開心地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這個暑假辦了一個非常棒的活動 我們辦了一個大專青年的身心靈成長的營隊 專門針對大專青年 從18歲一直到24歲 所以我們這次總共有60位的同學來報名參加 那麼是新竹的正在傳基金會 他們贊助我們這裡的經費 然後跟中華大學一起合拜 這算是我們基金會第一次 正式地跟外面的這個大學還有基金會合拜 希望能夠協助我們大專青年 能夠及早有機會來學習賽斯心法 後來在這三天的營隊的過程裡面 我心裡面非常地開心 想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有一個特別的感覺就是 回到一群是講說叫後繼有人 我們這些大專青年沒有想到 能夠進入到賽斯心法裡面是這麼地快 而且在三天 有些人其實是因為父母親幫他報名 他完全不知道來這裡是要做什麼 因為爸爸媽媽是我們的學員 所以他就是在賽斯心法提報 所以小孩子一定要來上課 可是這三年的過程裡面 包括我們的工作人員 也有青年團 第一屆的大專的賽斯青年團 是在中山醫學大學成立的 他們的社長 第一屆的社長連結 現在也是我們基金會的工作人員 他非常有心地要來協助各地的大學院校 來成立賽斯社團 所以我在這裡把這樣的好消息 來告訴大家 假如大家是有在教職上面 有這樣的一個機會的話 也可以一起來推廣賽斯心法 第二呢 我們在九月底以前 我們要舉辦第二屆的大專青年的 賽斯心法論文的一個申請 所以讓你家裡面有十八歲到二十四歲的學員 截止了嗎 還能到九月底 最高獎金多少 第一名論文 好像是五千的樣子 寫多少字我也忘了 大家在網站上可以看 是可以寫許醫師的書籍的讀書心得 都可以申請 因為我剛在路上 我碰到這次參加青年團的幾位同學來到現場 所以我剛給許醫師提問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是我們今天一個非常棒的一個新的能量 新的氣象 所以我想要請這幾位同學上台來 那我請一位代表來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和這次參加這個賽斯 再次的青年團是什麼樣的一個心得 那我順便講這幾位同學 他們其實年紀已經超過我們要錄取的標準 都已經二十四歲以上 後來我在現場就問 為什麼年紀這麼大的還要來參加 可是他們說 因為他們在新竹也有一個自己的志工團 而且最近有一個學員 他其實從竹科的工作裡面辭職了 就是立即要來當志工 又來做服務 所以他非常感謝許醫師 辦了這個賽斯心法的講習 因為崩潰的父母親 會在講座的過程裡面得到力量 然後孩子就能夠安心地去做志工 所以今天這幾位同學 其實也是在新竹他們有的志工團 可是呢 他們在輔導一些新少年的朋友 那他們來參加這個青年團 開始對賽斯心法也產生很大的興趣 甚至他們自己都在研讀 我在講的時候 自己的同學要趕快上來 打過時間 謝謝 其中有一位還在交大面積的事態 所以他們對這個賽斯心法這麼有興趣 而且他們也開始在協助一些更小年紀的孩子 那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基金會將來會走的方向 從賽斯的兒童魔法名到老師 甚至到大生青年 我們希望明年開始 也能夠針對青少年的朋友來代表一個名隊 不會講你們的年紀 不然舉個手就好了 我看要舉個手 好 我們的青年團揮一下手就好了 看他們還蠻內向的 對 他們很好 好 那今天這個介紹就到這裡 連那個小幫我都是超女 這個漫遊前世今生 其實跟時間的一個觀念很有關係 所以有些學員在看這個東西看不懂的時候 漫遊前世今生 那你們會曉得在與超女有約的第一集裡面 在前面裡面有一些簡單的介紹 所以也可以做一個參考 好 那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我們謝謝大家 好 謝謝我們的執行長 所以剛才剛講這個好康的 那各位如果你們有小孩在念大學 那或是現在還在岩壁 我知道現在很多小孩子都在岩壁 那包括大學的中措聲我們都接受 因為我們就是要鼓勵年輕人來接觸身心靈的觀念 那而且這個是有獎學金的 好 而且基本上 因為現在知道的人還不多 好 所以幾乎有報名有投稿的 中獎機率很高 好 中獎機率很高 而且我們設這個活動 就如果有人想要贊助這些人 你隨時再捐款進來我們名額再加 好 因為我記得剛開始我們本來只有幾個名額 五個後來有個同學在捐款 後來名額變幾個 我記得好像 變成十個還是十五個 好就是我們希望贊助這些年輕人 因為現在年輕人大家知道失業率很高 那很多時候要擔心學費的問題 那如果可以藉由他們對於賽斯心法的研讀 那又能來贊助他們的這個獎學金 我覺得這真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那所以各位如果你們有小孩 有親朋好友的 那趕快來參與我們這個活動 而且中獎機率很高 中獎機率很高 好 那我們開始來進入我們今天的這個主題 對錯 到底怎麼做才是對的 假設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可能會給他的第一個回答是 你不要擔心 你不要去想對錯 你也不要去想怎麼做才是對的 你完全不要去擔心這個問題 然後對方就會跟我說 徐醫師為什麼你叫我不要擔心 做對做錯的問題 因為我跟他說 你再怎麼做永遠都是錯的 因為當你擔心對錯的時候 有可能就算你做對了 你還是錯的 問題不在於你做的對跟錯 是因為你一直在擔心做錯 一個對自己沒有信心的人 你怎麼做可能都是錯的 好 所以我們今天要引導各位的是 你不是就事情本身來看對跟錯 而是有你的出發心 有你的intention 你的意圖 或是當你做了之後 你對自己所做的事情 你真的肯定自己了嗎 還是當你做完的時候 其實你是忐忑不安的 縱使你做了一件事 你做了一件事 九十九個人說你是對的 只要有一個人提出對你的批判 我在想可能對你而言 你就會覺得 我是不是又做錯了 所以我記得我以前告訴過大家 如果你做一件事情 是想得到所有人的認可 那麼我建議你 可以趕快離開輪迴了 因為這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我們現在民主社會 一定有人說過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做得比較好 人們也說你有目的 你一定是有目的 你一定是沒有說出來 這一定是騙人的 所以在這個世界上 你根本不可能去像過去一樣 那麼在乎別人怎麼看你 所以我第一個想告訴大家 很多時候 我們的心態 是要完全來改變 好 那就這個主題 我先來講一個實際的案例 因為上個月我到大陸去 大家知道我每個月都會去一次大陸 那大陸有一個小朋友 大概是初一 他們那邊叫初一 國中一年級 好 那來跟我 來談他的狀況 那在跟這個小朋友談的時候 我非常訝異的發現 他正在形成強迫症的過程當中 好各位你聽我剛剛那句話 很有意思喔 他並沒有已經是一個強迫症的患者 去看精神科醫師或開始吃藥了 但是我發現他正在一個形成強迫症的過程 好那他來的主述是什麼 他告訴我 他很害怕跟陌生人相處 因為只要是不熟悉的人 他甚至有時候不敢直視別人的眼神 然後他會覺得坐立不安 他不知道怎麼跟陌生人開口說話 他也不曉得陌生人喜不喜歡他 他也不曉得自己怎麼做才是對的 或錯的 那因為他的媽媽本來是我們的學員 我腦袋馬上想到他媽媽 他媽媽是從農村到都市 那他媽媽在我們團體裡面 所表現出來的事 每次我請他發言 他就說許醫師我不會說 我說隨便怎麼說都可以 他說我怕我說的不好 你們大家都比我好 你們每個人都比我會說話 所以他幾乎是沉默的那一個 那後來我就想到這個媽媽的自卑感 已經開始影響到這個孩子了 那這個媽媽的自卑感是什麼 他常常覺得自己不如別人 他常常覺得自己是比人家不好的 可是各位這個東西在過去 我們叫做謙虛甚至謙卑 但是謙虛跟謙卑 他被過度放大了 其實是對自己的否定 因為你老是覺得別人比你會說話 你老是覺得別人做事情都做得很好 都被稱讚 你老是覺得自己 不知道怎麼樣表達才是對的 我不會怎麼說啦 人家都說得很有學問 說得很有道理 我說得不好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我不會騷 有沒有 然後 他媽媽在看待別人的時候 總是覺得別人很優秀 那我就開始問這個兒子了 我說你覺得呢 他說從小媽媽跟他講 你對別人要很客氣 甚至是順服 所以他一直在討好他周遭的人 他甚至在行為上 他甚至在行為上 思想上 都不能對別人有不滿的思想 跟不滿的言論 跟不滿的起心動念 好各位 仔細聽喔 當你不斷地把自己卑微化 你覺得自己不如別人 而且你還不能去 對別人有任何的 你覺得不滿的 或是負面的 或是批評的思想跟言論 最後各位你知道會導致什麼嗎 導致很強的攻擊性 好我就跟他打一個比喻 我說過去一個奴隸 在羅馬時代一個奴隸 或是以前的皇帝時代 各位 像那個李廉英太監扎 有沒有 各位你可以直接看皇帝的眼神嗎 不可以 以前如果你是羅馬貴族 你是羅馬皇帝 第一個 你不能用屁股對著皇帝 對不對沒錯 第二個你不可以直視 主子的眼神 那你為什麼不能直視他的眼神 因為你不夠資格 因為你不夠好 所以你不能看主子的眼神 各位以前如果你是一個奴隸 是一個太監 是一個女優 是一個奴才 你直接看主子的眼神 是拖出去打二十邊再說 所以在有一些精神狀態裡面 比如說有一些精神分裂症 有一些強迫症 他不敢直接看別人的眼睛 為什麼 第一個 他覺得自己是自卑的 他覺得自己是不如別人的 各位 另外一個 當你不斷地在跟人互動的過程當中 你不斷地壓抑了 所有你對別人的不滿的 負面的 攻擊的 衝突的情緒 你一定會開始累積攻擊性 好 那時候我就開始問他一件事情 我就把一支筆 筆蓋拿掉放在桌上 我說許醫師把這支筆放桌上 你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 他說用筆刺人家 各位 你隨便問一個人 不容易有這個念頭吧 我就把一支筆的筆蓋拿掉放桌上 我說你看到這筆 你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 他說用筆刺人家 我說Bingo 對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從來是逆來順受 你從來都是壓抑你自己 你從來不敢表達你真實的感受 你也從來不敢Say No 當人家不禮貌地對待你 當人家批判你 當人家攻擊你 當人家用不合理的要求對待你的時候 其實你是不斷地壓抑忍耐跟順服 那當一個人壓抑忍耐順服到一個狀態 會不會爆炸 會 所以你們去看很多美國的這種謀殺案有沒有 或是大學裡面開箱掃射的以前 我跟大家講過 後來警方一去訪問他的鄰居 鄰居說不會啊 從來沒有跟人家衝突過啊 都很禮貌啊 還會扶老太太過街啊 從來沒有跟鄰居吵架過 各位 那些死者的都不會去犯大案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真正可怕的連續殺人犯 真正可怕拿機槍掃射的有沒有 那平常都是一個乖乖牌 從小不敢跟人家吵架 從小他不會跟人家衝突的 從小他不會去對人表達憤怒跟say no的 我不准你欺負我 你在欺負我我不放過你 你不准這樣攻擊我 你這樣攻擊我是侮辱我 你不能用不合理的方式對我 每次去吃飯吃完飯 都是我請客 或是每次去結帳結完帳 你們零錢也都沒有還給我 你們永遠吃定我了 還要我幫你們提出包服務 還要下課叫我去當小弟 幫你去合作社買麵包 買完了 就是叫我用我的錢買給你們 說等一下買完了 你要給我錢 結果從來沒有還過我錢 各位當一個人被壓抑壓抑壓抑 極強的攻擊性的傾向 各位還記不記得我以前輔導一個個案 他在做捷運 他跟我說 徐醫師我現在不能看到刀子 我說我看到刀子會怎麼樣 他會有一個念頭出來 我拿刀子去戳人家的眼睛 他在做捷運 他不能看到有 筆蓋打開的原子筆 我說筆蓋打開會怎麼樣 會拿筆去戳人家大腿 他突然有一個畫面 想用刀去跟人家的喉嚨 各位那叫強迫性的意念 第一個我跟他講 你放心 徐醫師這種患者 沒看幾千你看幾萬的 你的念頭失控了 可是徐醫師說 整治過這一類強迫念頭的患者 從來沒有一個變成行為 你放心好了 其實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你過度善良了 人善被人欺 馬善被人欺 你內心累積了太多的不平衡 憤怒跟不滿 你要做的事到山裡面去 或是去 怎麼樣把他喊出來 發洩出來 或是最近 還有 中南部聽說引進一種 動物叫羊駝 聽說另外一個名字叫草泥馬 草地的草 泥巴的泥 騎馬的馬 你就去那邊看那個羊駝那個 然後看到羊駝就大聲喊 草泥馬 草泥馬 各位 就對著羊駝喊 草泥馬 這樣了解嗎 因為他叫做草泥馬 對不對 甚至有時候對壓抑情緒的人 我最近還想要有個想法 就發行草泥馬的公仔 對不對 就送一隻 造型很奇特的公仔玩具 給你的老闆 或給你的同事 然後他就問你 欸這個好可愛 你送我這個東西叫什麼 草泥馬 那你就把很多的憤怒跟不滿 把它 釋放出來 而且沒有傷害到任何人 因為那個 那個真的叫草泥馬 我們只是把他的名稱大聲的說出來 大家跟我大聲說一遍 那叫什麼 草泥馬 好難聽喔 我們身心靈課程怎麼會教這種東西 這是不應該的 各位了解嗎 但是你知道我們內心很善良 我們只是在 把很多 我不要大家 壓抑你的這些東西 因為你壓抑了 其實你是痛苦的 我們要有一種對自己沒有傷害 對別人沒有傷害的方式 把這些東西把它釋放出來 因為當你壓抑更多 最後你一定會傷害自己 傷害別人 所以各位你們了解背後的那個善意 我不要你們傷害自己跟傷害任何人 這是不要的 那我們怎麼樣把壓抑的能量釋放掉 事實上我以前也教大家 我們在釋放負面能量的時候 我們是對事不對人 我們不是把對你的憤怒丟在你身上 我們也不是把對你的怨恨 發洩在這個人身上 不是不是不是 我們是可能打枕頭 可能寫日記 可能對著大海大哭 或心疼自己 或把很多不滿 把那個 我的不滿的情緒把它宣洩出來 但是不是去報復別人 這是我們不鼓勵的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累積了負面能量 那同學就很痛苦來找我 說許醫師怎麼辦 負面能量 我壓在我的內心 我知道這個負面能量 會攻擊我的腎臟 會攻擊我的肝臟 我這些憤怒難過委屈 會讓我的腎臟受損 我腎功能一直在 在惡化 我的血壓一直在上升 因為我很多話我不能說 有沒有 然後我又不想去傷害別人 因為畢竟是朋友 畢竟是家人 我又不能去攻擊別人 所以我的很多攻擊性的傾向 我的很多憤怒的能量 一直在攻擊我的器官 什麼器官 肝臟一直在發炎 什麼器官 胃一直在發炎 跟胃出血 胃潰瘍 什麼器官 腎功能在惡化 有沒有 因為你那些攻擊性的能量 不滿的能量 憤怒的能量 無底套 像我以前跟各位講 就是那個不好的能量 在身上 串串串串 它就在攻擊你的器官了 攻擊你的器官 那你要去找人發洩 各位 我們傳統道德又告訴我們 不要傷害別人 說了 場面更難看 說了 起衝突了 又不是我們的本性 所以我剛講 你要把這樣的一個 壓抑的負面能量 試著把它做一個這樣的一個發洩 我們再回到剛才這個 強迫症的孩子 我剛講 一支原子筆放桌上 我說你會想到什麼 拿筆戳人 我跟他講 你記得許醫師今天跟你說一句話 你沒有比任何人差勁 每個人都有他的特色跟優點 你也有 可是他說他媽媽從小教他要順服 要壓抑 然後要對別人就是很 很禮讓 我說不對 你對的你要距離力爭 然後他講 從小他 父母親對他的教育 你不要說錯話 你不要做錯事 你不要犯錯 所以各位仔細聽 當一個人 從小到大受的教育是 我害怕說錯 我害怕做錯 我害怕犯錯了 各位 最後的 你的下場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會把生命的能量 封鎖住 你會變成沒有自信心 你會變成猶豫不決 你會變成自相矛盾 你會當你每一個起心動念 你都要檢查一遍 然後出門 你會檢查瓦斯 因為忘記關怎麼辦 你會檢查門窗 萬一小偷進來了 殺死全家怎麼辦 你會檢查車門 萬一有人進來搶劫怎麼辦 你會把手反覆洗洗到手都破了 萬一有一隻細菌沒有洗掉 死掉了怎麼辦 各位 你會害怕生命的一切 因為生命即力量 各位明白嗎 力量即生命 你開始害怕力量 因為力量可能會讓你做錯 但是我告訴各位 生命的能量不是這樣子的 不是這樣子的 當你一起心動念 就害怕自己做錯 我說不對 麻煩你進到生命的過程 我常常感謝上帝 感謝上帝 我們是人 感謝上帝 我們來學習 我們來成長 感謝上帝 感謝宇宙 給了我們 我們能犯錯的空間 因為我們會在犯錯當中學習 會在犯錯當中得到愛 會在犯錯當中感恩 各位 這個世界沒有誰不會犯錯 你要做的 不是去避免犯錯 我知道你們很多的家庭教育 包括甚至在座很多人 你們從小被教的教育 是避免犯錯 你不要寫錯答案 你不要做錯事 你不要說錯話 於是你從小到大的學習 這四個字高於一切 哪四個字 避免犯錯 當你的行為舉止 當你在做生意 各位 你在做生意 你永遠在避免犯錯嗎 避免犯錯到後來就是 什麼都不要做 最好連呼吸都不要呼吸 因為只要有呼吸 就可能會犯錯 所以你知道後來很多 強迫症的患者 嚴重到待在家裡 可以三個月不出門 然後叫 Catatonic picture 什麼叫 Catatonic picture 木漿 他可以站在那邊 站四個小時都不動 因為生命的能量一出來 可能會犯錯 他的任何表達 任何行為 都可能有犯錯的空間 而他必須把每一個 犯錯的機率 降到最低 降到最低 他必須把每一個 犯錯的可能性 降到最低 因為他一輩子 在避免犯錯 各位仔細聽 我不是說 要各位拼命去犯錯 請不要誤解許醫師的意思 我只是說 生命的能量必須流動 生命的能量必須流動 你只要確定你的起心動念 出來不是為了傷害別人 你的起心動念出來 不是為了做壞事 那麼 我常講生命四個字 大開大闊 大開大闊 生命的能量是跟宇宙天地同心的 生命的能量 是像大江大海一樣 澎湃奔騰 生命的能量 是你能飛多高 你能跳多遠 你能在生命當中 笑多大聲 你去吧 各位 可是過去我們常常 對生命的能量 是壓抑的 後來我跟那個小朋友說 我說 我真的覺得你很棒 聽說他的智商是140 他真的很聰明 他真的很聰明 他馬上 聽懂我的意思了 他馬上開始理解 我跟他講 我希望你從今天開始 你 不是建立一個 所謂的 狹隘的 對錯標準 各位 我常講 好對錯 那是誰的對 是誰的錯 是誰的對 是誰的錯 是啊 像我以前跟大家講過 以前把女兒 送給人家 當童養席是對的 因為你女兒送出去 當童養席 由公公婆婆養大 將來 不管怎麼樣 他就是變成人家的女兒 公公婆婆因為 養這個孩子有恩 所以人家會好好的孝順公婆 因為公公婆婆 就是他的養父養母 有沒有 為什麼現在有些 現代的年輕夫妻 現代的媳婦 很難孝順公婆 因為老公永遠覺得很奇怪 你就跟我結婚 我爸媽就是你的爸媽 可是對女方來講 你爸媽沒有把我養大 我對他們好 是因為我們是夫妻 可是你的父母與我沒有恩情 他不是我的養父母啊 我可以對他們好 但是你不可能要求我做到孝順 各位了解嗎 他不是不願意 是他們對我 他也沒打氣大 我是嫁給你 我不是要給他們做媳婦啊 所以過去傳統媳婦的角色 就衝突了 有沒有 各位 你說誰對誰錯 我上次教大家口訣還記得嗎 你是對的 我也沒有錯 有沒有 我要給你贏 我也沒有輸 你記得嗎 對 來 跟著我唸一遍 你是對的 你是對的 我也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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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給你贏 我也沒有輸 我也沒有輸 對 你要讓人家贏 可是你也沒有輸 人家的觀點 是他對的地方 沒有錯嗎 人家的觀點是他對的地方 那 你的觀點也沒有錯 比如說我以前在 輔導一個乳癌的患者 後來我就一直探討他 不知道為什麼得乳癌的原因 後來有一次他就跟我說 其實我得乳癌的原因 我老實告訴你很簡單 我說怎麼樣很簡單 因為當初結婚的那一天 我先生跟我講一句話 就是我跟你結婚 你再怎麼樣對我 打我罵我都沒關係 我媽媽說什麼 你就是說yes 就好了 你這輩子就不要跟我媽媽吵架 也不要跟我媽媽起衝突 他老公就是要求他這句話 後來他把這句話 不但奉行得很徹底 還執行過度了 還執行過度了 好 那各位 你說誰對誰錯 他老公其實很人性啊 我跟你說 你叫我貴算盤都沒有關係 你不要頂撞我媽媽 我媽媽養我很辛苦 孤兒寡母 我不要我娶了個太太跟媳婦 讓我媽媽受罪 所以我的錢都給你管 你要怎麼樣 我都ok 你只要不要頂撞我媽媽 我什麼事都好說 但是只要你頂撞了我媽媽 我可以沒有太太不能沒有媽媽 有沒有 先生有沒有錯 太太跟你講實話 她也要當她的孝子啊 好 那太太怎麼辦 太太也沒有錯啊 太太也沒有錯啊 好 那我就按照你的話 去 侍奉這個婆婆 可是她所有的無力感 通通累積跟壓抑了 什麼東西都不能講 而且她真的就沒有講了 可是沒有講 她又沒有那個內在的智慧 把它化解掉 各位明白嗎 那跟公公婆婆 或是跟這個婆婆 要相處個三四十年 各位 她就跟我講 不得癌症才怪 因為這個家是婆婆在做主了 我當你太太 可是我從來沒有當過你太太 從來這個家的主人都是你媽媽 從來這個家的主人都是你媽媽 而且你又給我下來一道 十二道金牌 無論如何不要跟媽媽起衝突 無論如何媽媽說什麼 你就是讓她 於是嫁給你這三四十年 我沒有當過這個家的女主人 我夠了 我夠了 我不欠你們家了 今天我死了 我也覺得我沒有虧欠你們家了 各位這太太沒有錯 沒有錯 但是我從另外的觀點來講 假設我是沒有太太 比如說 我可能會跟先生說 老公你放心 今天我嫁給你 我就是你太太 如果我跟你媽媽有什麼衝突 我其實不是對你媽媽不滿 因為我對我媽媽 我都會要教導他們跟上時代的潮流 所以像我跟我自己的爸媽 因為那一份愛在 所以我們怎麼衝突 我都是把我的爸媽當爸媽 所以如果哪天我跟你媽媽衝突 你兩邊都不用站沒關係 你媽媽哭你就去安慰她 在你媽媽面前罵我 我如果不舒服 你就到我面前安慰我 你兩邊討好 兩邊都不要得罪 可不可以 我跟你說 我跟你媽媽再怎麼吵 我永遠是你媽媽的媳婦 我沒有惡意 但是有時候 老人家愛有人在家 老人家愛有人在家 你因為沒來衝突 因為沒來講真話 因為沒有跟他講最新的觀念 那他在他的錯裡面 其實你變成妨礙他靈魂成長的大罪人 是啊 因為像有時候我跟我爸媽吵 可是我不想跟他們吵 吵架很傷體力的 而且吵完很口渴的 是啊 像我大姐有時候跟我講 爸媽一把年紀 我看那沒辦法改變了 但是各位你知道 有時候我有另外一個想法 多厭吵架 因為爸媽又不是這一輩子 結束輪迴就沒事了 這輩子還要再來啊 我們自己的老母 我們要老公啊 你知道為什麼 我要引導他 但是我不是惡意 我不是惡意 你就跟你先生說 我跟你講 我如果跟你媽媽發生什麼事 你通通不知道 跟你沒關係 不損害我們夫妻的感情 也不損害你們母子的感情 但是老公 請你信任我 請你信任我 我絕對不會是個不孝的媳婦 但是你把所有不對的 當成對的 我覺得對我們的媽媽 對婆婆的靈魂成長沒有好處 那我一定會用堅持跟愛心 讓你媽媽明白 我是愛她的 這一點你不用擔心 而且我是對事不對人 各位可不可以 你老公是對的 你也是對的 你是對的我也沒有錯 可不可以做到 各位你們一定要找到這個智慧 要嘛你就是不斷的認為你是對的 讓別人覺得她是錯的 要嘛你就是別人 永遠覺得她是對的 你永遠是錯的 那不管你對或你錯 永遠對的人也是輸家 錯的人也是輸家 所以我教各位的是 大家都是贏家 明白了嗎 大家都是贏家 而且如果這個媳婦 而且各位你有沒有想 你看過那種案例沒有 有些媳婦越不敢跟公公婆婆討論 她越被壓得死死的 今天你能夠本著善意 本著對他們的尊敬 但是跟她好好的講 其實人家會接受 你越不講 她越能感受到 你心裡壓抑的憤怒 其實關係不會更好 她知道你心裡很討厭她的 她越要把你壓下去就對了 而且你內在其實是不舒服的 所以我剛講到這個對錯標準 常常是誰的對 又是誰的錯 因為過去我們一直在 爭論一個絕對的對 各位不對 我一直在講 當你們進入賽斯心法之後 你們要開始知道 什麼叫相對的對 相對的對 就像我告訴大家 我們賽斯心法的唯一的戒律 我們唯一堅持的是 不得有意且蓄意的傷害別人 這是我們堅守的原則 當然包含自己 不得有意且蓄意的傷害 自己及別人的心靈跟肉體 那我講到價值觀跟人生觀 各位 本來從過去以來 價值觀跟人生觀 本來就要隨著人實地而修正 人實地而修正 那我也告訴過各位 所有我們一輩子的衝突 矛盾跟痛苦 包括人際之間 的衝突跟吵架 其實都在於 你沒有看到 彼此各自不同的立場 你沒有去體會到 我剛講的 你是對的我也沒有錯 各位你是對的 對方為什麼會是對的 他的起心動念是什麼 他的用意是什麼 他的邏輯是什麼 他原始的目的是什麼 各位 人的目的跟人的做法 不一定一樣喔 不一定喔 所以去了解別人是對的 各位那叫這種同理心 去明白你也沒有錯 那是什麼 對自己的肯定 而不是自責 因為如果你永遠是怪自己 我沒有用 我很糟糕 變成很強烈的自責 那很強烈的自責 我剛講了 對你的身體 也是一種傷害 好 那這裡我來舉幾個 實際的例子 來講 跟各位談 對錯到底怎麼做 才是 對的 這幾天我收到一封信 這個 有一個人寄信給我 說許醫師你好 我叫做XXX 當然我不會說他的名字啦 因為我們很最注重隱私權 我叫做XXX 2005年曾接受過您的諮商 當時您給我的建議是 不要再給我媽媽錢 當時我覺得很奇怪 還把介紹我去找您的人 罵了一頓 有些人你們會介紹你的朋友 來看我啊 親戚來看我啊 各位有時候不一定要介紹 因為到時候被罵 我給你解釋為什麼 不是說你一定不能介紹 我給你解釋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 媽媽一直挖他的錢 去給那個不成器的兒子 所以我的本意是什麼 你現在不要給媽媽錢 你把要給媽媽的錢存起來 因為你現在給媽媽所有的錢 媽媽都拿去給他兒子 吃喝嫖賭 到時候你的錢沒了 媽媽的錢也沒了 你就看著你自己跟媽媽 還有媽媽的兒子 就是你的哥哥 淪落當乞丐 各位 許醫師有沒有講錯 當時我就跟他這樣講 我說許醫師 要你不要繼續給媽媽錢 不是要你不孝順 你不要誤解許醫師的意思 我是跟你說 你先把要給媽媽的錢 先存起來 因為媽媽現在拿你的錢 是去填那個黑洞 你哥哥是拿去賭博 拿去買女子 拿去拔丐 這真是無底洞 而且 你如果繼續給你媽媽錢 你是繼續幫助你媽媽 害死那個兒子 有沒有 像最近那個富二代 他爸媽一個月 給他多少利用錢 你們知道嗎 六十萬 最近那個新聞啊 偷拍案啊 跟女模女明星上床那個啊 有沒有 李差瑞啊 李差瑞啊 他們老婆老婆 一塊月給他六十萬耶 而且還不夠 還欠了好幾千萬 還欠好幾千萬 對 你愛他 愛得好啊 愛得好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愛得好 可是你說父母親是錯的嗎 不對 他們有他們對的地方 對在哪裡 因為第一個 你是 好像是小三生的孩子嘛 對不對 第一個 這個爸爸用錢彌補嘛 第二個 媽媽好像是小三 所以用錢來彌補孩子嘛 因為今天我媽媽是人家的小三 我不能給你個很正式的名分 那至少我給你錢 代表說我還是在乎你的 從他的角度 他也沒有錯啊 我如果沒有陪伴這個孩子 那我給他錢來告訴我我愛他 來做我對他的彌補嘛 所以各位 這是相對的對 也是相對的錯 那有沒有孩子很感恩的 有啊 有啊 知道爸媽很愛我啊 可是問題 這個孩子的心態 他要調整啊 一個月給他六十萬 沒有工作 每天就是夜店啊 搞這些女人上床啦 幹得好啊 幹得好啊 而且我常講 這個新聞最大的令人的憤怒是 我們平常要找一個女模特兒上床 都不容易了 那男人的公敵耶 那是開玩笑的啊 你一個人上那麼多 不要這樣說 我們是身心靈老師 我們不可以這樣說 你這樣多少男人憤怒 你們男人是不是很憤怒 是不是 是 只有我 只有我是不是 好 所以我剛剛講 你怎麼樣在這些東西裡面 去 看到那個部分 回到這個 那你看 我在 整個的 良心的譴責下 我還是按月 會錢給我媽媽 後來整個媽媽 那個兒子被黑道討債 然後媽媽 壓他去提款機領錢 救他兒子 然後最後國稅局 什麼切結書 最後兩個淪落到敗家賣主產 最後媽媽跟這個哥哥 都淪落街頭 然後十多年來 他跟他妹妹替家裡負債四百多萬 替兩個兄弟負債一百五十萬 各位 他說2005年 如果當時聽徐醫師的話 就早點解脫了 他後來寫這封信來感謝我 感謝我 那後來好像我不知道 到底怎麼處理 那 他說 現在常常聽徐醫師的CD 修正錯誤的信念 雖然他對此生的功課做得不夠好 但開始學會覺察跟接納 這樣 可是比以前更快樂 再次感謝我 謝謝我對他的幫助 各位 好 那就這個部分 我現在講一個有趣的部分 各位你們要仔細聽喔 比如說你們來看我的門診也好 你們剛開始接觸身心靈也好 我先講 不保證剛開始會更好 有些剛開始會更糟 你們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比如說開刀 各位 那你說肚子有個腸癌 那你就會不會跟醫生說 欸 醫生你很好笑 我這樣肚皮好好 你幹嘛把我肚子切開 醫生說 你沒有腸癌 欸 腸癌我又看不到 你會不會這樣跟醫生說話 不會 要把你肚子的腸癌拿掉 要不要把皮膚切開 沒事搞一個傷口幹嘛 本來沒有傷口啊 你切開幹嘛 各位這表示什麼 你處理任何問題 有時候要不要把表象的東西 先揭開啊 所以各位 我先講喔 你們不要隨便來找我做心理治療喔 不要隨便來喔 因為來你要有心理準備 我先講清楚喔 因為不是任何人 都可以隨便接受心理治療的 代表你打算要面對問題了 你打算要把表面的東西揭開了 你打算要真的面對自己了 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接受心理治療的喔 好 我來舉一個 另外一個實際的案例 最近有一個人打電話來罵我 剛開始他當然找不到我啦 找到我們的工作人員 開始罵 我記得他太太好像來看過兩次門診而已 他罵什麼 罵說欸 你們 你們許醫師是跟我太太說什麼 為什麼我太太回來 跟我吵婚姻的事 跟我吵要離婚 你們許醫師是到底怎麼跟我太太說的 他怎麼可以當醫生挑起人家的婆媳衝突 他怎麼可以說 我太太的癌症 跟這個婆媳的壓力有關係 他憑什麼這樣說 你們叫他聽電話 各位 通常許醫師不接電話的 你們知道嗎 好 然後我們的工作人員 輪著兩個人 被他罵二三十分鐘 後來工作人員就拜託我 許醫師我們還要被罵 拜託你怎麼樣 你來講一下 後來我跟這個先生說 我說第一個 請問你知道我是什麼科的嗎 精神科嘛 對不對 各位 你們知道 精神科的第一個藥物是什麼嗎 保密跟隱私 我連讓你知道 你太太有來看診 我都不應該讓你知道的 我不能告訴你 你太太是不是我的個案 你知道嗎 各位 所以我跟大家講過 一個精神科醫師 如果在路上遇到他的個案 叫假裝不認識的 因為你來看我 你先生不一定知道 我們保密是做到這個原則的 我在路上 我可能跟你點個頭 因為我不知道 你旁邊的人知不知道 你有在看我 各位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來看我們是多安全 多隱私 多被尊重的一件事 因為全世界只有我知道 我不會跟第三人講的 各位了解嗎 所以第一個 我就跟他先生說 我根本不應該接你這通電話 因為對你而言 你太太看我這件事情 我是不能透露任何的細節 你太太也是人 也有身分情耶 各位 你聽懂我意思嗎 因為他們會以為 我們是一般科的醫生 我寫句說 我想跟你太太討論病情 討論開刀 如果我是開刀醫生 我當然會跟你討論 你是家屬嘛 可是我們這邊是尊重隱私權的耶 那我就跟他講 你放心 許醫師不會鼓勵任何人離婚 如果我有說 我一定是跟你太太說 請你回去面對你的婚姻 你們家的婆媳問題 我也不去挑起人家的婆媳問題 我要你太太去思考 他在婆媳關係中 他所承受到的壓力 我要你太太去面對 為什麼五個兄弟姊妹裡面 婆婆永遠住你們家 永遠是你在當孝子 而你太太陪著你當孝媳婦 這個壓力對他而言 是不是很大 你要去面對這件事 各位 我會跟個案說 你要去面對這件事 許醫師不會叫你太太 回去跟你吵離婚 不會 我沒有這麼無聊 然後就開始說 你是什麼醫生 你拽什麼拽 我說 先生 這跟拽沒有關係 這跟拽沒有關係 你為什麼了不起 你為什麼不接電話 你為什麼這樣子 叫人家破壞家庭和諧 你太太得到癌症都快死了 你太太來找我 請我幫忙 她如何癌症不要再復發 各位 我盡我最大的心力在救你們家 你還不知道 你以為我在破壞你家庭和諧 我在救你們家 你還不知道 我還要求你們太太的命 你還不知道 各位 但是我不怪她 你知道的意思嗎 因為她只是不理解 她只是不理解 我跟她說 你再去多問幾個專家 你再去多問幾個專家 你就知道 人家會怎麼告訴你 你再去看看 許醫師的為人 我怎麼去對待人的 你就會知道我的意思 因為從頭到尾她不理解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當她講完這通電話的時候 我也知道這個人沒有錯 她為什麼哪裡沒有錯 明明一家都很好 為什麼太太看完醫生之後 回來跟她吵離婚 回來跟她 本來都沒事的 本來都跟著她壓抑 然後跟著她當 但是你是兒子 我是媳婦 角色不一樣啊 對不對 你是兒子媳婦 角色不一樣啊 為什麼本來都沒事 回到家那麼多次 各位對了 因為當身心靈成長的時候 會有一段時間 見三不是三 會有一段時間 見三不是三 你們要明白這件事 所以我常跟各位講 在國外看心理治療 對不起一次是要付12次的錢 為什麼 因為你第二次就想跑掉 我不會我跟你打賭喔 像之前有一個外國人來看我 他來看第一次 他說 許醫師我跟你講到現在 我只有一個感覺 想要奪門而出 我說 why 因為我覺得你 讓我開始面對我內在 我一輩子沒有面對的東西 他說他想奪門而出 他只有感覺覺得很恐怖 腳發軟了 腳發軟了 他就說 你到底是在做心理治療 還是在算命啊 我說我應該是在做心理治療 沒有在算命 是啊 因為在整個 你們接觸身心靈也是 各位 所以你們常常看很多 身心靈成長的課程 很多家屬會抱怨 抱怨什麼 明明本來脾氣都好像 回家怎麼一天到晚發脾氣 有沒有 或是各位有些 參加心理成長的課程 回到家就開始 擁抱父母心有沒有 就突然變得很好 突然變得脾氣很壞 都有問題 可是我要告訴各位 這是過程 這是過程 所以雖然那位先生打電話來罵我 可是我對這個人 沒有憤怒喔 因為我知道你實是不瞭解狀況 我是在叫你們家 我在叫你的母 你的母 你的母中 也第三季 不知道會死不死 還不知道 我沒有要破壞你們家庭的意思 我在接近我的權力 讓你太太 可以不要復發 我在接近全力 讓你們家 可以走上另外一個道路 但是你必須接受那個過程 那我也講 這個人可能平常 在他的生活是一個好人 各位 我不會否定這個人 你明白嗎 雖然他打電話來罵 然後來幹嘛 我不會否定這個人 可能他是一個很好的兒子 可能他是一個很好的工作人員 他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員工 他是一個很好的老闆 我不知道 可能他在鄉里之間是很服大家的名望 各位那是另外一件事 因為我常跟各位說 我們一定要把心打開 學會對事不對人 對事不對人 可是我還是罵了他一頓 我還是罵了他一頓 當然我不會罵人 我說你要搞清楚狀況 今天 你太太來找我 是因為你要去面對他家裡的問題 他就跟我說 你到底跟我太太說了什麼 我說很抱歉 先生我不能跟你說 你太太跟我說了什麼 或我跟你太太說了一些什麼 你想了解 歡迎你 上網聽許醫師的講座 你真的想參與治療 麻煩你跟你太太一起來 麻煩你跟太太一起來 但是我不能跟你透露一句話 我跟你太太怎麼說 或他跟我怎麼說的 因為 你太太有他自己的權利 你知道嗎 所以我常跟各位講 整療室裡面的話 是不能轉述的 因為我們這一科 本來就是怪科 各位知道怪科嗎 他不是說你去問醫生 討論病情 就像各位 我多少個案的秘密 全世界只有我知道 每一次個案 要帶他的兒子女兒來 我第一句話一定說 你所有的隱私 我不會跟你的爸媽 透露一句話 你放心 除非 我徵詢過你的意見 你說可以 我不會說的 我不會說的 因為我在這裡 我就是尊重你 所以很多夫妻來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他們各自面對自己的人生 那我覺得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其實也就是一種 學習跟成長 所以我剛剛講 其實那個先生 當我跟他通完那通電話的時候 他可能覺得 很受傷 或覺得很不舒服 可是我覺得 沒有問題 因為人最後 你的善念會出來 我記得上一次 我在診治他太太的時候 的確我有下一點重手 我承認有 我有 因為他太太 就是來找我 乳癌三齊了 許說我可以怎麼樣不復發 我說我可以幫你 但是你必須面對你的人生 各位 我也不會去想說 因為這種電話 所以以後我對人 我就不要那麼一針見血 可是我不會 你了解嗎 因為當你打從內心 你知道你是善意的 我知道 我的出發心是對的 我的做法也是對的 他的先生的生氣 也是對的 太太回去 跟他先生要吵離婚 也是對的 因為吵離婚 只因為 我想要跟你繼續在一起 我才跟你吵離婚 其實吵離婚只是一個藉口 他其目的是什麼 老公 我們來把我們的婚姻 好好地談一談吧 老公 這麼多年來 你了解我內心的苦了嗎 各位 他要說的是這一句話 老公 對不起 你要當孝子 可以 可是 五個兄弟姐妹裡面 又是我永遠要面對你的媽媽 你知道我的壓力跟委屈嗎 其實只是要說這一句話 太太也沒有錯 那先生打電話來罵我 對不對 也是對的 我一個好好的家庭 本來都沒問題 我來想說怎麼沒問題 就中間要死了 怎麼沒問題 我一個好好的家庭 看完之後再回來 再想去 各位 他先生也是對的 因為他想了解發生了什麼 他想了解發生了什麼 但是他的 脾氣跟表達 是不恰當的 各位明白嗎 因為你要信任人的善意 誰那麼無聊去挑撥你的家庭 許醫師剛才這麼無聊 我如果無聊 我就去做別人的事情 我去講旺旺先輩 旺旺先輩 旺旺先輩 我沒有人在這裡 還沒開玩笑 我去做別人的事情 你要對人有一個信任 然後你要先 Open your mind 去瞭解 去瞭解發生了什麼 各位瞭解嗎 然後你要打開你的心 去問到底發生了什麼 因為當你很快的 站在你是對的 那別人就只能是錯的啊 各位我常常講這句話 你中 你中 都給你中 全世界都是不對的 你有爽嗎 有沒有 王家常常吵架 吵到後來 你吵輸了 或是吵到下不了才 好啦 都你中啦 好啦 我去撞拼 我去死 好啦 都是你中啦 不然我來自殺給你中 那些人去中啦 聽到你又不爽了 對不對 講到後來就出這個極交嘛 都是你對啦 你都沒有錯啦 讓你做聖人啦 各位 我們為什麼那麼要覺得我們必須是對的 明白嗎 真的 多少人際的衝突 都是在爭那個對錯 對 對不對 對齁 你看 可是各位 記不記得我以前講過一個名言 每個人 每個人在他的角度 在他的立場 他都是對的 連小偷都是對的 欸 我是正當行業耶 我也是 很盡責的一個小偷耶 我都趁你們家 調查得很清楚 沒有人我才去耶 我也是要有專業 我也是要訓練耶 我也是要有家事耶 我也有成本耶 我也耗損耶 你又是這麼無聊啊 什麼人都可以當小偷嗎 對不對 而且我是在用我自己的力量 來幫政府做做 政府做不到 什麼是政府做不到 就是平負差距嘛 對不對 平負差距嘛 你是負的 我是平的 我靠自己的力量 來幫政府做平負差距 這個 落差不要那麼大 欸 你這一行 也是高風險啊 欸 我說我真的講實話 你們去當小偷 帽子被抓到的危險 你願意去嗎 不要 我跟你說 我們是沒有那個打來 我跟你說 我們也是沒有那個機會 我們也是沒有那個機會 你說我如果做大拳 要一二十億的標案 對不對 我們是沒有那個機會 欸我怎麼說這個 我們不應該說這個 我們要本著良心 好不好 那也是高風險啊 你真的叫我一般人 去當個小偷 帽子被抓的危險 欸我還沒有那個打 你知道嗎 他要承擔風險 那是高風險投資耶 投資理財 有賠有賺 有賺 詳細閱讀 什麼公開書 對不對 各位 你們在那邊買什麼基金 那種是故意嘛 投資基金 有賠有賺 請事先詳閱 什麼公開什麼書 各位 小偷也是一樣啊 那搶劫的勇氣就更大了 我知道 把我的良心抹掉 去搶一個人 各位 那是 不簡單耶 每個人在他的立場 他都有他對的道理 但是我剛剛講 這個對 到底是怎麼樣一種對 去理解 去同理 他才會被改變 沒有人不知道 什麼是錯的 問題 是他為什麼會繼續犯錯 因為他內在有一個他自己 走不出來的一個邏輯 這樣大家知道嗎 所以我跟教大家的是 第一個回到社會的正軌 回到一個生命的起點 但是我們又能夠 同體大悲 同體大悲 所以剛回到那通電話 我知道那個先生沒有錯 我也知道他很愛他太太 我也知道他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兒子 我也知道他可能很關心這個過程 這都沒有錯 事實上我還蠻肯定他的 這樣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